在北方,一到这个季节,家家户户都会自己在家灌各种口味的香肠,什么麻辣的,自然的,蒜香的,风干肠等等,用他们的话说,就是自己做的干净实惠,肉好,吃着才放心。 今天我也买了五斤豚肩肉,做点蒜香味的哈尔滨红肠,这块的肉都是活肉,做出来的肠菜香,留三分之一的瘦肉,其余的肉切块绞成馅,像这样就可以,剩下的瘦肉给它切成片,这样做出的肠口感更好,切好后全部倒在一起。 五斤肉我用了三代这个哈尔滨红肠调料,这个调料是按比例调好了非常方便,就不用自己再买七七八八的调料了,然后加水,给它搅拌均匀倒在切好的肉馅里,加一百克蒜末,不喜欢蒜香口味的,还可换成孜然,辣椒或者黑胡椒,喜欢啥放啥。 重点是,一定要朝一个方向,充分的搅打上劲,这里千万不要偷懒,不然做出的长松散没有口感,看一下像这样就可以了,放一边腌制半小时,然后把准备好的肠衣加清水多洗几遍,洗掉上面的盐子,加点高度白酒泡一回,泡好后套在水龙头上,把里面也冲洗一下,就可以灌肠了。 把腌好的肉塞进灌肠器里,推出一点点肉馅,这样套肠衣非常顺滑,还不伤肠衣,顶部打个结就可以灌肠了,非常简单,看一下就这样,一推就灌进去了,给它捋一捋,拍一拍灌个八分板就可以,不一会的功夫,五斤肉就都灌好了,然后根据自己喜欢的大小分段打结,全部扎上小孔,这也是煮肠时候不破皮的关键,然后给它挂起来,风担两小时,吃起来皮更脆,我做完已经半宿了,所以风担了一个晚上, 煮的时候冷水下锅,保持四开非开的状态,煮上四十分钟就熟了,捞出来剪成段,然后锅里放锡纸撒上白糖,再来一层茶叶,最后把肠放锅里盖盖,中大火熏,先冒白烟,再冒黄烟,立刻关火焖上两分钟就熏好了,看一下这颜值,漂亮吧,如果不喜欢这个烟熏味的,也可以放锅里煎一下,也非常不错,掰开看一下,想不想吃,肉质紧实,特别有弹性,喜欢做来试试吧。